发布评论跟主持人进行一个互动 有机会您的留言将会被挑选上墙 这边开场呢是江苏肯蒂亚率先拿到本场比赛球权 这里是腾讯体育威力带来2017-18赛季 CBA常规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刘振展 看这边呢还是主要把球权还是给到了布鲁克斯这边 南华是崔敬明来访 布鲁克斯突进来两个人的夹击 后仰的跳投很难啊这球打进 开场对这边呢是马尚布鲁克斯 为江苏肯蒂亚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那么吉林最近的气温也是不断的下降 所以我们看场上的队员开场啊 也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热身 现场的这个主持人也是在不断的提到 希望包括球员和观众都能好好的应对 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天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11月份啊 吉林又是在东北的确是会非常的冷啊 这边是吹了李恩宇的犯规 吉林东北虎呢还是需要调整一下他们在比赛中的状态啊 特别是啊我们看崔敬明呢在今年开赛的状态不是说太好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有一场比赛是拿到了0分啊 13投0中 他是一名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啊 25岁 目前呢可以说是吉林中生代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球员 那么他需要赶快找到自己的状态 因为他的进攻输出呢是给吉林温土圈这一块啊 非常有利的一个进攻点 我们看外线 马尚布鲁克斯的三分球不中 崔敬明上线做组织 这边给到兰德里 守地守 再转移到右侧这边的低位兰德里 看兰德里要不要打选择一次中距离跳投 好球啊 这是兰德里的在比赛当中非常喜欢的进攻武器 他在当年火箭队的时候 他的中距离跳投也是帮助火箭队在替补齐拿到不少的分数 走篮下 李渊宇开场打得还是比较的积极啊 那么李渊宇呢也是从广东来到了江苏 以利 挡拆之后行身换防 这边李安被点起来 篮下再给到空切 中路的抛头不中 这球其实战术的直径套路非常的清晰和明确啊 但是最终终结这一下呢稍微差了一些 在左侧呢形成两个人的包夹 同时在中路又有一个不错的空切的位置 但很可惜啊 这球没有能够抛中啊 刚才镜头也是给到石鸿飞啊 在曾经在广州龙师效力的这名球员在这个赛季啊 受到了胡雪峰非常大的重用啊 之前的比赛当中啊 有一场比赛投进了七季的三分球 兰德里顶着进来 好球啊 兰德里的进攻技巧还是非常的扎实啊 篮下的一个小进 这个游戏区的垫步呢 打到篮下利用自己的身体撞开的对手上篮打进 伊利 转移到这边右侧的马尚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还是在观察 石鸿飞 上线这边逼得比较紧 注意一下时间 李渊宇和石鸿飞的挡拆 给到篮下 漂亮 好球啊 这球石鸿飞 石鸿飞这一下和吴冠希的一个配合啊 非常的娴熟和默契 同时这边的伊利完成了一个抢断 前场的快攻 再给到篮下跟进了李渊宇 好球 开场这边呢 姜索肯蒂亚将分叉 直接追平6比6的一个比分 一个三二联防之后换成了丁人 篮下呢 这边李渊宇还站在了游戏区内 但是这一次的中投没有能够得手 底脚崔敬明 大空位的三分球还是没有 我觉得崔敬明还是需要找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啊 布鲁克斯造成了犯规 从江苏其实今年开局的状态来看啊 在因为今年呢 跟大家也是说一下 在CBA呢 完成了一个 就是季后赛的一个改革 那么在上赛季排名第十的球队呢 也是有机会进入到 有机会进入到季后赛的 在上个赛季呢 江苏肯蒂亚是拿到了 20升18负的战机 刚好是排在了第十位 那么如果说他在这个赛季呢 能保持 跟上个赛季一样的排名的话 他们是可以进入到季后赛的 当然他们也是希望啊 在打好这个开局的情况下呢 能争取一个更好的排名的位置啊 当然了 吉林这边呢 开局状态虽然说欠价 但是随着这个季后赛的一个扩军呢 也是有机会冲击一下季后赛的 右侧的三分球投射 这球稍微有些勉强 蔡隆刚才这球呢 其实已经投的有点飘了 他在投篮的这个时候呢 左侧身体也是稍微有点往左移 那么这个投篮的重心 没有能够站稳啊 所以这球也是偏的比较大 给到兰德利 篮下的分球之后 给到右侧底角的 蔡隆的三分球步骤 很可惜啊 涮框而出 马上布鲁克斯 这边是直接倚着里安啊 非常轻松的打进 这个赛季 布鲁克斯的状态 同样也是很出色啊 在之前打福建的比赛当中呢 是能拿下到44分啊 老师岩 兰德利还是在要位 这边打无惯息 兰德利 漂亮的转一球啊 右侧完全的大空位 漂亮 蔡里龙啊 在刚才第一次的尝试 其实虽然说偏了啊 第二次呢 是涮框而出 但这边呢 终于在第三次啊 兰德利的侧应之后 给到右侧的底角啊 蔡里龙终于是投进了 但这边呢 我们看篮下 兰德利非常强硬的 抢到一个防守篮板 马上打出反击 这边崔静明 还是在观察 左手上篮不中 高世岩 沈默飞防得非常靠前 高世岩的突分 这边的中距离跳投 犯规 大进 哦 李安啊 这一次的 跟高世岩的一个配合啊 高世岩从右边的强侧 转移到左边的弱侧 那么李安呢 他也可以进行这种 中距离跳投的尝试 吹了老江伊利的犯规啊 下巴也有 那么 金东北斗呢 开场是拿到了12比10 目前领先着2分 第一阶比赛还有7分钟的时间 好球 伊利 非常轻松的反跑啊 这是伊利的特点 他非常喜欢打这种空切的进球 同时呢 他也具备不错的弹跳能力 毕竟曾经啊 他的这个弹跳能力 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虽然说现在也是上了年纪啊 32岁啊 高世岩继续转移给到李安 但这一次中距离我们看 兰德里前场板 但是被吴冠西给盖掉 非常的积极的拼强 兰德里再上 好球啊 这球吴冠西展示了 不错的一个护方作用 马上江苏肯迪亚的反击 伊利点一下 再给到吴冠西 漂亮的内传内 篮下李元宇 强起打中 吴冠西和李元宇的配合 也是越来越默契啊 江苏已经在本场比赛当中 打成第二次这种内传内的配合了 兰德里 身体上面还是有优势啊 虽然说他已经也是34岁了 但在比赛当中的对抗 他还是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 开局两队打得非常的胶着 史洪飞 高世贤不能放史洪飞一步 因为他是具备不错的 三分球的投射能力的 我们看高世贤他也是一直啊 在逼防史洪飞的位置上 逼得非常的靠前 这样史洪飞呢 在投篮没有形成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投篮空间 同时呢 给他在行进间的这个运球 也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上线李安的延误啊 这球延误的不错 快速的撤回到 罚球线的位置 这边史洪飞 用自己的灵蛇突破 上篮打进 史洪飞的身高只有一米七九啊 但是这一球呢 他就像 一个小精灵一样 在机灵高大的 人群当中穿梭 兰德里 篮下的转身 二加一 今天的兰德里在 比赛开场展现了 不俗的进攻状态 包括像是刚才的 中距离的跳投命中 同时还有刚才 篮下连续的 争抢进攻篮板 这是吉林队 希望看到的 因为他们希望 兰德里能在进攻当中 做出更多 更好的表率作用 而且 作为一名球队的大外员啊 你一定要在保护球队篮板上 同时在当球队的这个内线 需要你的时候站出来 神奖兰德里呢 曾经作为 可以说中国火箭球迷 一代青春的回忆啊 当年火箭22连胜当中 他也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随后职业生涯 随着跟迈迪 还有纽约 那比三分的交易 他去到了国王 从此也是开始 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 高世炎的反击 漂亮的分球 比较崔敬明的三分球 还是涮框而出 这球想打一个球领人 但是篮下李源宇 前场篮板球 马上布鲁克斯 造成了兰德里的犯规 今天呢 在这个赛季 他们换了 韩国的主帅之后呢 他们整体的 这个进攻打法 更加的 可以说啊 快速 同时他们的防守反击的质量呢 应该比上个赛季 相对来说好一些 这边我们看江斯肯蒂 是做出换人一个调整 这样的话 我换上刘伟啊 把吴冠希给换下啊 布鲁克斯的第一罚命中 那么其实江苏同样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近几年来当中 他们自身培养的球员 不是说太多 也不是说太出色 目前球队16人当中呢 自身培养的 就是说清训走上来的球员呢 只有5人 那么除了两名外员之外呢 剩下9名的球员都是通过 引进其他俱乐部的球员的 外围的三分球 好球啊 蔡里龙 本场比赛命中的第二季的三分球 伊利 面对高诗言 好球 这球是倚着高诗言墙上啊 第一阶导现在呢 谁都没有说 取得一个绝对的领先 又是比分咬的都非常紧 高诗言 刚才这球刘伟啊 这球得夸一下刘伟的一个快速的补防 江苏肯尼亚又是有反击的机会 这边呢伊利是用一个假动作 直接骗开了吉林的防守球员上篮打进 伊利还是具备有不错的一个经验啊 同时他在这种转换进攻当中呢 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一个能力 哎呦 这球兰德里啊 横向的大方圆的转移球 有点太大了 那么吉林东北虎这边请求换人了 换上韦福 同时也是换上了戴怀博 戴怀博同样也是在今年夏天 来到了吉林东北虎 低脚史洪飞 这边呢李安也是上前啊 去防史洪飞 哦进攻犯规这球毫无疑问啊 李安宇的这个左手一个推人的动作 太明显了这一球 李安宇其实开局的状态也不错啊 他跟吴冠西呢连续打成这种 内传队的一个配合 这一节的犯规这边呢 江苏肯尼亚金来到了五次 那么韦福上来的他 那么崔静明会打一个二号位的位置 因为球权更多会集中在韦福这边 韦福 这球是运着自己头 左侧底脚 其实崔静明有一个更好的三分球的位置 还是进攻犯规啊 李安宇呢 刚才在跟高世元要在卡位的时候啊 手部上的拉扯动作被裁判是逮了个正招 那么李安宇应该是本场比赛 拿到个人的第二次犯规了 这边的话也是被换下 抱歉李安宇还在场上啊 长篮板江苏 这样的话江苏队是换上了侯亦凡啊 鲁克斯又是利用挡拆之后啊 闲听信不突进来 非常的轻松啊 转眼之间呢肯蒂亚这边已经将分叉拉开到了三分 崔静明 上线李安还在观察 呃 这球李安呢是希望能在右侧的45度角呢 把球传给到底线两名反跑的球员 但是这边呢 两名反跑球员都希望能转移到左侧这边的弱侧 这球直接是传出了底线啊 出现了失误 这一回李安宇是被换下了 你看吉林又是换上了今年从辽宁可以说交流过来的柴长椅 守红飞的外围的三分球 本场比赛第一次的三分球投射出手 韦伯利用挡拆之后左手的上篮 中间能力稍微差了一些 漂亮这一次三线的配合啊 从场上的赛场上的表现来看啊 今年江苏队的配合打得更加的娴熟一些 刚才呢拉杜利查也是起到了一个过度的作用 曹菲拉杜利查 刚才给到篮下的刘伟轻松的打进 刘伟上前延误尾服 再转移到这边左侧 中距离的跳投看有没有 短了 刘伟非常积极把防守篮板球抢下来 拉杜利查 利用自己篮下的脚步 翻身的勾手打进 拉杜利查他就是这种非常 效率于江苏啊 他之前有效率过江苏南刚 同时还有江苏同系 那么南刚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江苏肯利亚了 外围的三分球 机会不错啊 漂亮 姚天一 23岁的小匠啊 第一节这边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 上线刘伟和史洪飞的一个掩护 刘伟的中距离投射 现在刘伟这一点的话 他可以作为江苏肯利亚的一个挡拆点 同时他还在另外一张面子 他还可以作为这种投射的终结点 联名啊 同样也是在今年夏天 从辽宁队交流过来的球员 看说完啊 刚才在说完这刚才那一段话 江苏肯利亚就布置一个刘伟的一个底线的揭发球的战术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到现场 场面两面教练喊的一个声音啊 刚才也是说一直说打刘伟打刘伟 打刘伟这一点 刘伟伟的第一发没有能够命中 32.9秒的时间 在第一届比赛当中呢 江苏肯利亚是领先着5分 现场联名的粉丝也是不少啊 不断的有听到女观众在喊联名加油 伟伏上线挂两个掩护 但这边呢江苏肯利亚也防守没有失位 侯亦凡 起这球侯亦凡防得不错 京东北斗这边还有一次完整 完整了15秒的进攻时间 可惜啊这球没有能够发出来 被吹了5秒的尾力 老天忆 我们看这边江苏肯利亚是把拉杜利查给换下了 那么肯定也是希望能在最后的这15.9秒当中啊 马上布鲁克斯打成一击 果然上线刘伟和布鲁克斯的掩护 这边形成了换防 两名球员的夹击 布鲁克斯突破的分球再给到左侧 这球投射难度太高了 但是这球险些打满命中 刘伟接球之后的跳投也没有啊 那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是结束 江苏肯利亚在客场保持着领先 我们稍微休息 等一下来看第二节两队的比赛 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回来收看江苏肯利亚和冰冬美舞的比赛啊 在第二节两队都换上了双外援 劳利亚刚才在最后一攻呢 被 被西诺维奇给拿下 那么在第二节重新把它换上来 那么同时在跟他 在内线的搭档依旧还是刘伟 那么在封线上的位置呢 是31的侯一番 同时后场球员是马上布鲁克斯 同时还有长亚松 韦夫大空位的三分球机会 好球 韦夫呢在08-09赛季当时 火箭处于三巨头的时期呢 也是横空出世 得益于麦迪的一个受伤呢 韦夫也是受到了阿德尔曼的一个信任 阿尚布鲁克斯 转移到左边的位置 长亚松把球给到拉杜利查 拉杜利查面对着李安 还是利用篮下的脚步强起打进 这就是拉杜利查的特点 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拉杜利查 具备良好的 同时也是扎实的欧洲的内线脚步 韦夫和李安的挡拆 又是外围这种强行的三分球出手 今天韦夫的这种高难度的投射 还没有能够打进过 好球啊拉杜利查的侧应 右侧外围长亚松的三分球不中 布鲁克斯这边的夹击呢 还是造成了吉林的犯规 这段时间我觉得吉林东北斧如果说想追上啊 韦夫一定要带动整个球队啊 特别是如果说当然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分手 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如果说一味的勉强的进行投篮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 那么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 吉林队这边呢是用高士岩和韦夫搭档后场 内线的位置上面呢是安排了李安 同时还有卡尔兰德里 崔静明 把车分给到兰德里身后 兰德里这边形成错位 造成了犯规 兰德里和中国 毕竟对于中国这边土地来讲 其实他也不陌生啊 首先他也个人签约了 像是我们中国的本土的球学品牌 另外一方面呢得益于 姚明在NBA的一些成功他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这位曾经火箭的板凳匪徒 目前是来到CBA效力 那么一方面他也是年纪 也上了年纪啊比较大 他现在应该是34岁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4岁 那么他最后一个赛季在七六人 应该还可以拿到八九分这样子 但他并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啊 保持出色的激情和 激情肯定还是会有 但是身体能力来讲肯定是不如 我们当年看的那一个神鸟难得里的 那瑞迪查手里手给到了 布鲁克斯 外围的三分球 这球韦夫啊 大帽直接送给了侯亦凡 五方非常积极和迅速啊 这球侯亦凡已经出手了 但是呢 韦夫是在空中把球盖掉 布鲁克斯一个突破 一图三 给到右侧的底角 三分球的投射 篮板球拉杜理查点一下 被篮德里还是把篮板球给收回来 会复合兰德里的掩护 再给到兰德里 这边中距离的跳投 兰德里的跳投不中 拉杜理查的中距离 但是呢 这边啊 反倒是给江斯肯定亚命中了一次中距离的跳投 这就是为 刚才啊 马杉布鲁克斯呢 他能把球快速的往外给 同时他在进攻端 能吸引三到 两到三名球员的一个防守 韦夫又是选择自己的中距离投射 依旧是没有 不如把球更多给崔敬明来组织一下 韦夫打一个无球 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那这边马上的突破也是没能打进 崔敬明 外围的三分球的投射 好球啊 篮板下面是李安 拿到进攻篮板之后大进 好球 分差的这边江斯肯定亚也是一直控制在七分上下 放手单的是侯亦凡来防 韦夫 安德里把这球救回来 对上了拉杜利查 看是不是要自己打 安德里 自己攻 脱手了啊 采判哨声想得稍微慢一些 我们看 替补席的江斯队拳感到非常的不满啊 卡尔那里呢 在今天他站的这个位置呢 左右两边的低位都可以站 而且他的进攻范围不仅仅只在游七区之内啊 他是可以进行中距离的一个跳投的 非常感慨啊 当时在节目站的时候 兰德里和姚明当时也是有合影 那么现在姚明是中国篮球的 中国篮球的主持 那么同时现在当年的老队友啊 还是继续在为自己的篮球职业生涯奋战 如果说我们姚明没有出现这样的伤病 也许姚明现在也还可以在职业赛场上打球 赛场上打球 那当然了在这个赛季我们也是看到姚主席给CBA带来的很多的新气象和改变 何玉凡刚才那一球有走步的嫌疑 大度地查 一个假掩护没有挂上 外围马上布鲁克斯的三门球投掷 投一番的也是一直在绕前来防韦福 试图不让韦福拿到球权 但是韦福还是挂了一个无缺远户走出来 漂亮 韦福这球出得不错 左侧的三分球啊 高世炎很可惜没有能够命中 布鲁克斯这球就太难了 但是 篮下 布鲁克斯很难 这几次的进攻的选择都不是说太好 刚才布鲁克斯一次漂移的后仰跳投 没能够打进 欧亦凡的犯规 进行东北武这边重新把戴怀博给换上来啊 同时呢在江斯肯尼亚这边呢是换上了伊利 有一个二三的联防 兰德里漂亮交篮下 大怀博 还是把球出给兰德里 兰德里的中距离跳投 刚才呢这一球 江斯肯尼亚的吴冠西呢是直接撤开啊 没有管兰德里的跳投 其实这是比较冒险的 但还好这个 兰德里是没有能够投进啊 但转移这边过来呢 江斯肯尼亚又是打成了一次转换进攻 41比31 这边江斯肯尼亚已经来到了十分的领先优势 崔敬明 我们看吉林东北虎的球员啊 站位过于固定啊 反倒是又给江斯肯尼亚打出了反击 刚才那一次进攻的吉林东北虎的 四名球员都是站住的 马上布格斯在今天已经拿到了14分8个篮板 在投赛秘中率方面呢是9投4中 非常高效的一个表现啊 吉林 东北虎 看这一侧暂停能不能帮助吉林东北虎解决一些进攻端的问题 卫福突进来之后外红外围分 好球啊 戴怀博 戴怀博也非常的年轻啊 今年应该是刚好23岁 戴怀博 WG查 篮下这边的要位 无关系 这边五方也很积极 快速的突破 造成了犯规 常耀松其实今天呢 很多时候都会站在这边右侧的底角 那么他呢是可以进行外围三分球投射 同时他有很快的第一步的启动速度 虽然说常耀松的身高只有一米84啊 但是他的这个启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能第一时间杀到篮下造成杀伤 第二把没有能够命中 44比34 比赛还有5分半的时间 韦夫 上线挂一个掩护 韦夫突进来 单手的上篮打进 难道也在这一次的掩护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在掩护完之后呢 让韦夫有一个很好的进攻空间 同时在 刚才那一次防守当中呢 江苏肯尼亚三平的球员都没有注意到韦夫的一个突然的启动加速 利用节奏的变化打了对手一个 伊利 突破之后的上篮造成了犯规 今天在右侧的底角形成了非常多的弱侧的机会 这是京东北虎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太多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左侧的高位跟低位 反倒是在 江苏肯尼亚连续的两个回合利用了 右侧的弱侧 那么江苏肯尼亚他今天在上半场的目前转移球表现来看还是不错的 伊利呢在 这套阵容当中他也可以在右侧的这个位置发挥出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蓝德里 这球稍微有些勉强但是打进 肯尼亚 东北虎这边呢 还是只能依靠外援去掌分 在第二节当中国内球员的表现目前是一般 上线继续转移 漂亮 拉杜利查利用脚步 缓开了蓝德里 但是呢第二下 这边蔡以龙的一个补防呢 是限制住了拉杜利查 江苏肯尼亚队请求换人 肯尼亚这边是把李元宇重 江苏肯尼亚是把李元宇重新给换上来 那这样的话是换下个惯息 江苏肯尼亚队第二节全队犯规 每继打5次 韦夫的突破 外围再来一季三分 蔡以龙本场比赛的第三季三分球 在前两次的投射没有能够命中之后呢 我们看这边马上转移过来 马上布鲁克四二加一 吉林东北虎的退防速度还是太慢了 在刚才那一次当蔡以龙命中了三分球之后呢 没有想到马上布鲁克四打了吉林东北虎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边呢 防守篮板球又丢 一回合啊 可以说马上布鲁克四打了一个2加2啊 一回合连拿4分 这是比较伤的啊 刚才在 防守篮板球的保护上没有做好 卫夫的三分球是双框和住 还好篮下的戴怀博啊 是拿到了一个进攻篮板球并鼓篮得手 篮德里的目光还是注视在马上布鲁克四这边 拉杜利查的三分球投射 这不是他的强项 好 两次运球啊 这边呢 被新诺维奇也坐不住了 马上是请求了暂停 是新老交替的问题 同时胡雪峰 他终于在这个赛季可以完成退役啊 安心去做他的主教练了 漂亮 韦夫 摆脱之后单手的劈扣 五十比四十五这边呢 金队啊非常有韧劲啊 将分差追回到了五分 篮下转得很漂亮 但是蓝德里送给了这边一个大帽啊 李玥宇啊 这球其实接球的位置不错 外围的三分球也有 抱歉 长两分 戴博伯今天在外围的投射感觉不错啊 刚刚在第二阶上场的时候 命中了一击外围的三分球 马上布鲁克斯 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啊 继续是帮助肯蒂亚保持一个微弱的领先优势 但在明显在第二个暂停过后呢 吉林东北虎这边的整体的 竞争的感觉啊 比在第二阶开局阶段好很多啊 但这边不禁夸 马上出现一个失误 前场的四打二 拉度绿茶 慢悠悠的突进来 其实这球呢 应该快速的上前 对拉度绿茶进行扎击 迫使他把球分出去才对啊 当然刚才在上个暂停在讲到 就是说胡水峰他的一个退役问题 其实他呢 在之前的赛季是又当教练又当球员 如果说用一个 跟他很贴近的 这个漫画的人物 那就应该是扣篮高 这个灌篮高手当中的 藤真啊 藤真真的是 感觉跟胡水峰真的很像啊 两个人又是打空位的位置 同时呢 又是球队的主力跟头牌 在另外一方面呢 又是可以担任球队的教练 真的 藤真真的跟胡水峰蛮像的 男的里 选择一次中距离的跳投 男的里呢 在开局只命中了一次的中距离跳投 经队还是回方的速度问题 这球是吹了戴怀波的犯规 虽然说现在分数 刚才好不容易追进到三分啊 但是 吉林东北还是啊 在右边形成太大的空间和弱侧了 刚才让史洪飞呢 又在右侧轻松地拿到球之后 给到篮下 同时呢 由于球队的犯规次数与单阶已打五次 所以这球犯规之后要送上罚球线 罚球理认语 转眼之间呢 三分的分差又来到了八分 退防的速度还是慢 第二阶比赛这边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呢 47比55 上线一个牛角形的站位 连宇的一个掩护 左侧有两个空档 但是马上布鲁克斯选择自己偷 这一次的投篮选择稍微有 稍微欠妥啊 韦福特突破 史洪飞的抢断 史洪飞 转移到外线 毅力突进来 哦 这球 咱那里是直接把毅力给拉下来了 吉林这边呢 如果说在第二阶的后半段 能形成连续性的这个进攻优势的话 可以将分差给追评了 但是就差 APP当中呢 发布评论 APP当中呢 发布评论 跟主持人进行一个互动 有机会您的留言将会被挑选上墙 这边开场呢 是江苏肯蒂亚率先拿到奔场比赛球权 这里是腾讯体育为例带来 2017-18赛季 CBA常规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奔场比赛的结束 刘震展 看这边呢 还是主要把球权 还是给到了布鲁克斯这边 南华是崔敬明来防 布鲁克斯突进来 两个人的夹击 后仰的跳投 很难啊 这球大进 开场队这边呢 是马上布鲁克斯 为江苏肯蒂亚 拿到了奔场比赛的第一分 那么吉林最近呢 这个气温啊 也是不断的下降 所以我们看场上的队员开场啊 也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热身 现场的这个主持人 也是在不断的提到 希望包括球员和观众 都能好好的应对 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天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10月份啊 吉林又是在东北 的确是会非常的冷啊 这边是吹了李恩宇的犯规 吉林东北虎呢 还是需要调整一下 他们在比赛中的状态 特别是啊 我们看崔静明呢 在今年开赛的状态 不是说太好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有一场比赛是拿到了0分 13投0中 他是一名 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啊 25岁目前呢 可以说是吉林中生代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 那么他需要赶快找到自己的状态 因为他的进攻输出呢 是给吉林温土球员这一块啊 非常有力的一个进攻点 我们看外线 马上布鲁克斯的三分球不中 崔静明 上线做组织 这边给到兰德里 守地守 再转移到 右侧这边的第一位兰德里 看兰德里要不要打 选择一次中距越跳投 好球啊 这是兰德里的 在比赛当中非常喜欢的 进攻武器 他在当年火箭队的时候 他的中距离跳投啊 也是帮助火箭队 在替补齐拿到不少的分数 走篮下 李渊宇开场打得还是比较的积极啊 那么李渊宇呢 也是从广东来到了江苏 以利 挡拆之后行身换防 这边李安被点起来 篮下再给到空切 中路的抛头不中 这球其实战术的直径套路 非常的清晰和明确啊 但是最终终结这一下呢 稍微差了一些 在左侧呢 形成两个人的包夹 同时在中路又有一个 不错的空切的位置 但很可惜啊 这球没有能够抛中啊 刚才镜头也是给到石鸿飞啊 双外援 低脚史鸿飞的三分球投射 在客队这边呢 在下半场比赛 后场球员江苏肯迪亚 是用了史鸿飞 同时还有二号的马尚普鲁克斯 在封线上的位置是伊利 同时在内线的位置是 16号的李元宇 同时还有13号的拉杜理查 那么进行东北虎这边呢 在后卫线上的选择是 继续适用这个韦夫啊 同时还蔡里龙 继续是留在场上 四号的李安打一个中锋的位置 卡尔兰德里打前锋 小锦鸣呢 今天手感不是太好 好球啊 韦夫呢 在上半场的手感一般 但在下半场比赛呢 开场这边呢 外围的一击三分球投中 帮助京东北虎将分差 来到了六分 江苏肯迪亚在下半场 两次的进攻呢 都是采取外围的三分球投射 但没有能够投进 韦夫 把球给到兰德里 兰德里是可以进行 三分球投射再中 兰德里 兰德里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只命中了一次的中距离的跳投 更多都是在篮下打 拉杜理查 或者是打对方的李远宇 但是刚才的外围的三分球投中啊 但这边转移过来 李远宇啊 很积极把京东篮板球给抢下来 看很多的球迷在看到了中场的MV之后呢 也是不断地在讨讨论啊 说到自己以前的主队的一些 非常 可以说非常出色的球员人物 其实京东微虎的 大家是否记得 王孙军啊 孙军同样也是 应该是吉林东有男的历史上啊 灵魂传奇般的人物啊 刚才我们的MV当中也有出现 伊利 突破之后的抛头 这边打一个高板没能打中 崔敬明 蓝德里的要位很深 但是呢 这球拉杜理查还是选择了提前犯规 这个位置要的太深了 拉杜理查只能去犯规 53比56又是三分的分叉 布鲁克斯 李元宇 拉杜理查这边一个假动作 拦下了转身大进 这一次一套动作啊 一气呵成 把李安打了一个亮枪啊 韦福的突破 这边是二加一 也有 下半场呢 韦福的一个状态的复苏啊 给 吉林东北虎带来了 不错的一个竞争力 这球是吹了拉杜理查的犯规 下发命中之后呢 吉林东北虎将分叉追回到了只剩下两分 走篮下 伊利还是希望利用自己的突破啊 来对 吉林的内线造成一些杀伤 吉林的内线造成一些杀似的杀传 外围的三分球投射再中 下半场我们看兰德里这边是第二季的三分球了 在本节的三分球投射呢 这边京东北虎在本节是三投三中 李玥宇胡领的三分球机会 好球 进球是对对手的一个最好的回应 李玥宇在拉开到上线之后呢 一次大空位的三分球机会 这球哨声响得稍微有些慢 李玥宇呢 应该是本场比赛第一次的进行三分球的一个投射 但是让拉杜理查没有想到的是 兰德里居然可以把自己的投射范围拉开到这么大 胡顶又有三分球的机会 第四季 本节比赛啊 韦福是命中的两季的三分球 那这样的话 这两季三分球是直接把江苏肯尼亚给打停了 拉杜理查把球给到伊利 左侧史洪飞有机会 但是这边呢 蔡理龙也是快速的上前去 捕回自己的右右位置 史洪飞 再会给到拉杜理查快速的出球 这球险些没能接住 伊利的突破 再转移 左侧史洪飞大空位的三分球机会 命中 这就是史洪飞的一个特点 他可以在这两个赛季当中 投出高达40%的一个三分球命中率 李安 上线这边手里手的交互没能够打成 再会给到李安的中距离跳投 好球 你这样打的话 京东北虎的整体的进攻啊 变得更加的具有调理性一些 不会像三万场韦福这种进行低效的个人单打 马上布鲁克斯 一个内传内 兰德里直接把球给断掉 这球很有可能 看裁判怎么吹啊 因为刚才兰德里的这球是直接是去 拉了拉杜利查 这球其实拉杜利查是一次战术性的犯规 他也是不希望兰德里的能打出 从后场到前场的这种长传球 韦福 突破的分球给到兰德里 但这边位置不是很好 因为有两名江苏的球员已经上前去补防了 左侧地角 蔡里龙有机会 好球啊 侯亦凡这边是一次大帽 第三阶打到现在呢 江苏肯蒂亚还是保持着 微弱的领先 京东北虎在今天比赛当中 这种对于关键球的处理 到目前来讲还是不是太好 总是啊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 出现过 像是追到只剩下三分两分的情况 这球拉杜里查 守不上的一个动作太明显了 兰德里是不断的向裁判去抱怨 说他在转身的过程当中 是一直搂着这一个 兰德里自己的脖子 裁判最终是吹给了兰德里的犯规 这边换成李安来防拉杜里查 拉杜里查两人的夹击 传球的范围太小了 但这球还能出来 使洪飞 继续给到刘伟的中距离跳投 这边呢 韦福把篮板球给保护下来 上线的夹击 李安 好球漂亮的转移球 双手的爆扣 但是被马尚布鲁克斯 直接给盖掉 这球啊 刘天忆太过于粗心了 直接是没有看身后的 这个马尚布鲁克斯 马尚布鲁克斯快速的回防 让江苏队 篮框啊 没有失手 这球对于 吉林来讲太可惜了 本来有机会在这一次 转换进攻当中 将分差追回到66平的 崔敬明今天又是展现出了前几场的铁匠本色 目前拿到了八分 这个八头零重啊 抱歉 我感觉崔敬明还是需要 调侃归调侃啊 还是需要找回一下自己的状态 的确在 开局到现在打三场的 就是第四场的比赛 他的个人的投射表现 真的是比较一般 布鲁克斯的突破 这球黎安虽然说在身后 上前去补防 但是速度上始终没有跟上 吉林的棍内拳 的投射显得稍微有些犹豫 兰德里 造成了刘伟的犯规 篮球比赛当中呢 这种阶段性的关键球 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你在 可能你会觉得 差着两分球 或者是差着三分球 从分数上面来讲呢 可能是不大 看起来感觉上不大 不大 但是其实有打过 篮球的朋友就知道 在这种阶段性的得分 如果你说 这口气没有能够提上来 进攻的延续性 没有能够打成 整体的进攻节奏 是处于一个 比较混乱的状态 那么你很容易被对手 在另外一个进攻回合当中 重新把分差给拉开 那么刚才在这个阶段呢 吉林东北虎 其实有机会将比分翻平的 但是那一次转换进攻 很可惜没有能够打成 66比68 又是两分的分差 第三届比赛呢 还剩下最后的六分钟 拉肚底查的站位 稍微有些靠前 这边吹了李安的犯规 今天拉肚底查也是很主动的去跟 兰德里包括像是吉林的国内球员 找身体对抗 其实这几年 我个人认为江苏的大外的选择 都不是说太好 包括像是之前选的奥登 那么奥登呢 他还是不是很适应这CBA的赛场 包括他自身带有这种玻璃属性 也许奥登是一名不错的球员 但是你作为一名职业球员 不能保持健康 你没有办法为球队做出贡献 就算你打球 球迹再纯熟再厉害 也是没有用的 兰德里这边对上了刘伟 走左侧的突破分球 这边被马尚布鲁克斯破坏出了底线 反倒是今天江苏队的小外援 马尚布鲁克斯 他在攻防两端都显得比较的积极 刚才又是很果断 把球这球碰出了底线 韦伯 左侧底角 飘移的三分球 本阶比赛投丢了第一次的三分 石鸿飞把防守篮板球给抢下来 控制江苏队的节奏 大度厘察的中距离跳投 也没有 蓝德里 突破之后分球 外围刘天逸的三分球 刘天逸这一次 这么大的一个空位机会 居然没有能够投进 可惜 感觉还是 在对于自己的投篮方面 还是欠缺点信心 这球是直接犯给了马尚布鲁克斯 这样的话 这次的犯规是要送对方上罚球线的 23岁的小江刘天逸呢 在今天场上的表现一般 史鸿飞被换下 骑士比66 在一度将分差破进到2分之后呢 江苏肯蒂亚就是把分差拉开到了4分 伟伏一个垫步走进来 再给到兰德里 刘伟上前的逼迫呢 是这球吹了争球 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去进行一个回放 判断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明显最后一下 应该是刘伟 蹭出了底线 那么球球权的判断呢 还是给到了 进东北虎这边 低脚的外卫的三分球 崔敬明 终于是在八头零中之后啊 崔敬明打破了自己的得分荒啊 好球同时在防守端的 崔敬明也是直接完成了抢断 跟马尚布鲁克斯又是撞到一起 裁判又吹了一个争球 但这边呢 我们看毅力刚才其实第一下 快速的掏球呢 让崔敬明没有打成这一次的反击 南德里 好球漂亮给到篮下 李安转身之后的跳投 打进 同时还造成了犯规 这就是我在提到的 当你的对于阶段性的关键球的处理 这一次李安的投进呢 帮助提醒东北虎将分叉 追到了70平 现在呢 杨斯肯迪亚马上要进行换转的调整了 这样的话是重新换上吴冠西 这段时间在内线方面啊 可以说刘伟的表现 是没有上半场表现这么出色的 但是很可惜 这边李安的加法也没有能够投进 上线的掩护 转移出来侯一般 低脚毅力 给的位置很深 这边拉杜利查同样回一个2加1 虽然说拉杜利查 他不会去外线这种 莱克空间进行 争距离的投射 但是他在篮下的脚步和 位置感的存在啊 是非常强的 那么当你把球给到这么深的位置 给 拉杜利查打的话 他的把握性来讲还是比较足的 行动北虎的马上做出调整 换上了 戴怀博 那么也是希望能在进攻当中啊 一方面是李安的目前拿到四次犯规 受到犯规的困扰 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戴怀博在 中远距离的投射方面给 京东北虎增加一些进攻的火力点 比赛还是非常好看的 很胶着啊 其实3比70 第三届比赛胜到最后的四分钟 戴怀博用脚步摆脱 中距离的跳投 好球打进 这就是我说的 戴怀博他具备这种在移动当中的投射能力 李安的话他也可以进行中投 但是他的速率可能没有像是戴怀博这么快 戴怀博一帆 拉杜丽查篮下非常轻松 这就是拉杜丽查的特点 这种篮下的小勾手 他的手腕还是非常柔和的 韦福 这球难度很高 但是同样也有 韦福呢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目前三分球是四投三中啊 非常火爆的一个三分球手感 但是反倒篮下这边呢 兰德里的这几次的防守 对于拉杜丽查都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限制 兰德里 胜不走进来 这球虽然说形成了对抗 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江苏肯迪亚军请求换人 75比77 第3节比赛剩下最后的2分半的时间 贵福这边不要挡拆啊 选择自己 外围的三分球 这球其实戴怀博上前掩护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球是吹了 我们看啊 刚才刘天忆这一次的快攻啊 被吹了一个翻腕啊 小伙子还是有点着急啊 在刚才呢 也是希望能把 球队的进攻给推起来 是鸿飞 外围的三分球投射 今天不准了 但篮下又是拉杜丽查 继续造杀伤 就刚才这一下 刘天忆被吹了翻腕 第三节比赛 这边还有两分零一秒的时间 孟茜丽亚呢 是保持了三分球的领先 在用了一段时间 金融直觉的刘天忆 还是难堪大用 重新把高誓言给换上来 的确刘天忆在第三节表现 是很不合格的 外围兰德里的三分球投进 78平 京东被虎再一次 拥有反超比分的机会 当他们在第三节 李安打成那一次 二加一的时候 加法没有能够打进 拉杜丽查的出球给到湖顶的位置 这边的吴冠西的中投命中 拉杜丽查他还有一个能力 就是他可以在比赛当中 对于对手快 对于队友的一个快速的寻找跟观察 这是兰德里在比赛当中 所不能做到的一点 韦福 一次变相过掉之后 飘逸的上篮 韦福 个人能力还是很强 普鲁克斯这边打刘天逸 想说刘天逸 比赛当中的表现一般 但是金庸之还是留他在场上 这一次的进攻很关键 因为目前如果能带着第四节的领先优势 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第四节的话 对于金洞被虎来讲 又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在第四节来说 这边刚才的突破是造成了沈宏菲的犯规 同时在这一节的江斯肯蒂亚 他们的单节的球队犯规次数 已经达到了五次 所以要走上罚球线 这样一来 在被压制了几乎前三节的比分 金洞被虎呢 在第三节还剩下三分五十九秒的时候 凭借着高世炎的两次的罚球 将分差给反超了 这次进攻对于 江斯肯蒂来讲 同样也是阶段性非常关键一球 好球马上布鲁克斯转身 之后进来造成了犯规 这一次漂亮的摆脱啊 在篮下又获得一个不错的机会 出世纪的同样也是 这是陈fashioned Mattei的 民党的陈ыл 老借 一定要 马尚布鲁克斯第一罚命中 有球迷在关心说 场上基因队24号的卡尔兰德里 是不是当年火箭的一个 这个想必 应该很多的中国篮球迷 应该对这名球员都有了解 的确啊 他是之前效率于休斯敦火箭的卡尔兰德里 转移到右侧这边戴怀博 突破之后在小贩还给到兰德里 双手的罐框打进 这样的话84比82 捷银绷培虎呢 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呢 凭借着全队出色的表现 将比分完成了反超 我们稍微休息 等一下来看第四节两队的比赛 继续回来看比赛 第四节的比赛这边呢 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呢 基因东北虎是保持着两分的领先 进入到第四节 在第四节的外援的选择上面呢 姜斯肯利亚这边先上了拉杜利查 左侧底角伊利 其实刚才呢这个位置也不错 但是对于李元宇来讲呢 这个位置的三分球 他都是还不是太有把握 这边如法炮制 继续是利用拉杜利查 转身的后仰跳投 打这个李安啊 今天李安在防守拉杜利查上面呢 是吃了不少亏 那么在基因东北虎这边呢 是选择韦福来作为 球队第四节的单外援的选择 好球啊 这球戴海伯 蓝虾普进 我们在新赛季的CBA的外援选 外援的使用方面 还是四节六人次啊 所以在第四节两队呢 还是会 只用一名外援来 进行比赛 拉杜利查的中距离再重 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拉杜利查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可以 高尸延 看湖顶又挂着两个掩护给韦福啊 进攻反规这一手锤了 在掩护过程当中呢 是有犯规的动作 86比88 能将分差反超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在第三节 他命中了三季的三分球 帮助 京东背虎将比分是不断的缩近 李元宇走步啊 这球毫无疑问是一击走步 边线的裁判 逮得非常的清楚 右脚这边先跨出来 再运球 连玉宇在脚步上的胶带 没有太清楚 但是转换过来 又是一击三分球的命中 这样的话 京东背虎将分差 已经拉开到了五分了 李元宇把球现实的位置 给了拉卢理查 我们看场边 姜斯肯尼亚应该要 做出换人的调整 应该会换上曹菲 带来博位置稍微有些小 卫幅还是造成了侯一帆的犯规 江苏肯尼亚为解决换人 果然这边在场边的曹菲 是重新回到场上 中距离的跳投好球 崔敬明在之前的投射当中 是八投零中 但是在第三节 外卫一级三分球投中之后 这边的中距离也找回了手感 但是这边拉卢理查 又是在高位的侧应 给到跟进的毅力 这就是拉卢理查的作用 他能在高位 完成这些侧应 外卫的三分球投射也没有 这边裁判还是要进行商量 因为刚才那次的球权判罚 让江苏肯尼亚的球员非常的不满 那么裁判这边要通过录像回放 去进行确认 我们也得通过录像回放 来看一下这球 到底是谁出了底线 从回放的这边的行确路线来看 史洪飞他是 我们看裁判怎么发 最后这一下是 应该是吉林队的球员碰出了底线 在新的赛季呢 CBA为了对于这些争议球的一些办法 特意成立了一个录像回放中心 从这个回放的角度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 如果能从侧边来看的话 是不是史洪飞啊 在手腕的位置上有一个往回波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么从底线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应该是身后的球员碰出了底线 而且从球的这一个 主要是可以看有没有改变球的 出界的一个行进路线 高士岩其实在身后呢 如果说把球往前拨的话 那这球就是高士岩出界 但是CBA还是没有解决一点 就是在看录像回放的时候 跟MBA相比不同的之处 就是在于他们的这个教练 可以上前去跟 CBA的教练可以去上前跟 这个主裁啊进行商量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在以后的CBA赛场应该杜绝了 这样的话有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影响到对于裁判的一个判断 大家如果记得之前 深圳和上海的季后赛当中啊 在深圳和上海的季后赛当中 那一次的三分球 当时应该是帕哥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角度是高士岩 如果说这球要吹吉林队出界的话 那主要是高士岩往前拨的这一下 我个人认为倾向比较是高士岩碰出去的 但回放的画面上面来看 不是说太容易判断出来 但史洪飞呢其实是往回收的 那么高士岩往外给 果然啊这球最终呢 是把球权判给到了江苏肯迪亚 那这样的跟我的判断 那还OK啊 我没判断错啊 93比90 这边呢 吉林东北虎是保持了三分球的领先 刚才呢这一次争议性的判断 最终把球权给到了江苏肯迪亚 曹飞 伊犁这边也是示意连于往下走 达鲁理查 还是在观察队友 史洪飞突破 这边的分球再给到外线 没有时间了 虽然说伊犁这球是投进了 但是这球是不算的 现在这段时间马尚布鲁克斯在场下休息 那么 江苏肯迪亚的后场肯定没有说 具备这么强的一个冲击能力 跟外围的投射 那么史洪飞包括像是球队的曹飞 一定要站出来 同时吉林这边呢 在目前也要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 转移的不错 低脚外围高时间的三分球 篮板球这边李元宇收下来 上线的拉鲁理查和史洪飞的掩护 李元宇 面对上戴怀波也是不敢投 李元宇外围的三分球投射命中 第一下呢 其实出手稍微犹豫 但当再次回到湖顶的这个位置 李元宇这一次的出手啊 没有丝毫的犹豫 七分钟的时间 这边戴怀波的中距离跳投不中 李元宇的关键的一个防守篮板 这段时间两队也是 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史洪飞把球给到拉鲁理查 拉鲁理查的中距离跳投 这边双方而出 但是李元宇 这球尾福居然没有去抢这个防守篮板 给李元宇这么轻松的把这球给抢到 李元宇走篮下 单手的上篮打进 这球尾福得背一下锅了啊 在防守篮板球的争夺上 给李元宇空出这么大的一个位置 本查再次 比赛这边呢 姜斯肯尼亚再次将比分完成了反超 最近名把球给到了李安 李安的中距离跳投也没有 拉鲁理查 要位之后继续打李安 点了一下 拉鲁理查强上 这球呢 篮板球我们看 虽然说李元宇拼得很积极 但是还是把球拼出了底线 这边呢 姜斯肯尼亚是重新把刘伟 跟马尚布鲁克斯给换上来 拉鲁理查呢 在第三节是球队保持 将比分保持一个 没有被这个金英将分叉 拉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特别是在篮下的进球呢 是球队在第三节 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来源 同时呢 在金英这边呢 也是重新换上了卡尔兰德里 高世炎上线李安的掩护 前面形成了换防李元宇 高世炎的中距离跳投 依旧是没有 同时这边马尚布鲁克斯 把防守赛本球给抢回来 这几次的进攻处理 稍微比较的 稍微略显的简单 仅通过一次简单挡拆之后 就是打进来 反而是这边的姜斯肯迪亚 马尚布鲁克斯一次抛射命中 97比93 姜斯肯迪亚在这段时间 将分叉拉开到了4分 我个人认为真的是 韦夫得背一下锅 刚才他对这几次的 李元宇的防守 是做了不成功的 李元宇他也没有做 很花哨的这种 过人动作 直接就是一个轻松的转身 就过掉了韦夫 同时刚才在那次 防守篮板球的争夺 也没有能够 把篮板球给保护下来 外围的崔晶明的投射 依旧是没有 但兰德里这边墙上 打进吗 没有 这边呢是造成了 刘伟的犯规 那我们看场边呢 京东美虎的这 江斯肯迪亚的教练组 也是不断在喊到 篮板球啊 兰德里第一罚 命中 94比97 比赛这边进入到了 4分51秒的时间 还是很熟悉啊 卡尔兰德里的这个 法球动作 他每次都先 会把球转一下 然后舔一下 自己的手掌 这个 在应该在10年前吧 在 17到18赛季没错 07到08赛季 当时兰德里 当时可以说 可以说是横空出世 现在已经转眼之间啊 从当年的小将 变成了34岁的老兵 外围马尚布鲁克斯 超远距离 三分球投进 100比95 这边马尚布鲁克斯 将分差来到了5分 对基因队来讲 这种关键时刻的攻击能力啊 考验场上这一批 年轻的球员 蔡宇龙 把球交回给到了高诗言 高诗言再回高 蔡宇龙要注意一下时间 这一次 基因队的一个进攻端的处理啊 显得是略显的拖沓 但是这一球 没有判一个24秒的威力 反而是 好像是吹了李元宇的犯规 果然 这球是吹了李元宇的犯规 蔡宇龙的第一发 也很可惜没有能够打进 这样的话 李元宇今天其实本来已经 是受到了犯规的困扰 在第三节拿到四次犯规之后 被这个 被新东北齐给换下 新东北虎重新换上刘天忆 今天从场上的表现来看 刘天忆的表现是一般的 但是呢 金融池呢还是 在第四节选择把他换上场 看他在最后的四分钟有什么样的表现 外围马尚布鲁克斯又来一击三分吗 这球呢李元宇险些是抢到了进攻篮板 随敬明 面对着刘伟 这边曹飞跟得很紧 手利手交互给到了蔡宇龙 但这边是被身后的毅力给掏掉 刘天忆上线和李安的掩护外围 刘天忆的三分球不中 李安的前场板 但这边呢虽然说第一下是抢到了第一点 但是身后的球员被直接被身后的球员拨掉 江苏肯尼亚看在这次的进攻当中能不能将分差继续扩大 反倒是这边马上布鲁克斯 漂亮的转一球 底脚曹飞的大空位的三分球也没有 江苏肯尼亚这边是把史洪飞重新给拿回来 那这样的话把曹飞给换下 同时呢在精英队这边呢 是把兰德里给放在了替补西 还是希望能用得分能力更强的韦福 来帮着球队度过这段时间的难关啊 三分零七秒的时间 现在呢精英队是落后着四分 换上了韦福的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要加强进攻 韦福这球毅力防得不错 韦福走底线 这边后仰跳投被毅力给盖掉了 外围的三分球史洪飞没有能够投中 但是这边篮板球马上布鲁克斯抢到2加1 关键的第四节啊 在比赛当中呢 精英队其实是在防守端 同时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处理 就是在防守篮板球 丢的太多了 刚才又是咱下 虽然说江苏队的这个投射没能够投中 但是又给布鲁克斯抢到了一个防守篮板 同时这边呢 崔敬明又出现了失误 现在呢反倒是江苏肯尼亚不着急了 把节奏给稳下来 马上布鲁克斯 突破的分球 底脚史洪飞 外围的三分球投射命中 在第四节比赛中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这边史洪飞的三分球将分差 拉开到了10分 那么当你的外援能在进攻当中吸引防守端的火力 当你的国内球员有更好的出手空间 而且有更好的机会的话 马上布鲁克斯他会把球分给到江苏队的国内球员 但反正今天韦福的一些进攻选择实在是让我觉得有些欠妥啊 特别是在进攻当中刚才又被毅力给盖掉 这边的投射也没有能够打进 一分半的时间 十分的分差 阿尚布鲁克斯和李元宇的挡拆 这边两个人加 给到篮下李元宇高手打进 今天李元宇在韦福身上应该拿到了有10分啊 金银队只能请求赞4次的助攻 108比96 第四截是剩下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 这样的话基本上是大势已去 在一分钟当中追12分 其实纵观整场比赛当中呢 可以说金东北虎也打出过不错的进攻 特别是在第三截的后半段 整体的运转球变得更加流畅 同时在进攻端的选择会更多 但是第四截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于防守 防守端的积极性和篮板球的拼抢啊 给江苏根迪亚太多太多的机会了 同时在今天 国内球员的表现上面来看呢 的确江苏队的国内球员的表现会更好 跟今天老江伊利亚 应该是拿到国内球员当中 江苏队应该是最高的国内球员得分 好 这点重算一下 连续节目 护? 索尔 特别是停下来 雨 108比96 30.9秒的时间 这边姜苏肯蒂亚是领先着12分 韦福 这时候把球分给到了外围的刘天忆 今天刘天忆的外围手感也不好 这样的话也是不打的 恭喜姜苏肯蒂亚在今年17到18 CBA常规赛的开赛取得到了4连胜 这样的话最终姜苏肯蒂亚是以108比96 在客场战胜了锦领东北虎 非常感谢各位球迷的在今晚直播间的一个陪伴 我是温昌比赛的解说理论展 新的一周马上就要开始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越来越愉快 好了我们直播再见 错啊漂亮 姜天忆 23岁的小将 第一阶这边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 上线刘伟和史洪飞的一个掩护 刘伟的中距离投射 现在刘伟这一点的话 他可以作为姜苏肯蒂亚的一个挡拆点 同时他还在另外一张面子他还可以作为这种投射的终结点 联名啊 同样也是在今年夏天从辽宁队交流过来的球员 看说完啊 刚才在说完这刚才那一段话 姜苏肯蒂亚就布置一个刘伟的一个底线的揭发球的战术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到现场场面两面教练喊的一个声音啊 刚才也是说一直说打刘伟 打刘伟 打刘伟这一点 赘刘伟的第一把没有能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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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赘刘伟的五分 现场联名的粉丝也是不少啊 不断的有听到女观众在喊联名加油 鬼伏上线挂两个掩护 但这边呢姜苏肯蒂亚也防守没有失位 侯亦凡 起这球侯亦凡防得不错 京东北虎这边还有一次完整的15秒的进攻时间 可惜啊 这球没有能够发出来被吹了5秒的尾力 姚天忆 我们看这边姜苏肯蒂亚是把拉杜丽查给换下了 那么肯定也是希望能在最后的这15.9秒当中啊 马上布鲁克斯打成一击 果然上线刘伟和布鲁克斯的掩护 这边形成了换防 两名球员的夹击布鲁克斯突破的分球再给到左侧 这边呢刚才的突破是造成了沈宏费的犯规 同时呢在这一节的姜苏肯蒂亚他们的单节的球队犯规次数已经达到了5次 所以要走上罚球线 这样一来在被压制了几乎前三节的比分 吉林东北虎呢在第三节还剩下三分五十九秒的时候 凭借着高世炎的两次的罚球将分差给反超了 这次进攻对于江苏肯蒂来讲同样也是阶段性非常关键一球 好球马上布鲁克斯转身之后进来造成了犯规 这次漂亮的摆脱啊在篮下又获得一个不错的机会 啊 好球啊 好球啊 5球啊 马尚布鲁克斯第一罚命中 有球迷在关心说 场上基因队24号的卡尔兰德里 是不是当年火箭那一个 这个想必 应该很多的中国篮球迷 应该对这名球员都有了解 的确啊 他是之前效率于休斯敦火箭的卡尔兰德里 转移到右侧这边戴怀博 突破之后在小贩给到兰德里 双手的罐框打进 这样的话84比82 杰兰奔美虎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 凭借着全队出色的表现 将比分完成了反超 我们稍微休息 等一下来看第四节两队的比赛 继续回来看比赛 第四节的比赛这边呢 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呢 基因东北虎是保持着两分的领先 进入到第四节 在第四节的外园的成人 但是如果说 一味的勉强的进行投篮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 那么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 基因队这边呢 是用高士岩和韦夫搭档后场 内线的位置上面呢 是安排了李安 同时还有卡尔兰德里 随敬名 卡尔兰德里身后 兰德里这边形成错位 造成了犯规 兰德里和中国 毕竟对于中国这边土地来讲 其实他也不陌生啊 首先他也个人签约了 像是我们中国的本土的球学品牌 另外一方面呢 得益于 姚明在NBA的一些成功 他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这位曾经火箭的板凳匪徒 目前是来到CBA效力 那么一方面他也是年纪 也上了年纪啊 比较大 他现在应该是34岁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34岁 那么他最后一个赛季 在七六人 应该还可以拿到八九分这样子 但他并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啊 保持出色的激情和 激情肯定还是会有 但是身体能力来讲 肯定是不如 我们当年看的那一个神鸟男的里的 那瑞迪查 手里手给到了 布鲁克斯 外围的三分球 这一球韦夫啊 大帽直接送给了侯一帆 虎房非常积极和迅速啊 这球回凡已经出手了 但是呢 韦夫是在空中把球盖掉 布鲁克斯 一个突破 一图三 给到右侧的底角 三分球的投射 篮板球拉杜里查点一下 被篮板 篮德里还是把篮板球给收回来 韦夫和篮德里的掩护 再给到篮德里 这边中距离的跳投 篮德里的跳投不中 拉杜里查的中距离 但是呢 这边啊 反倒是给江斯肯迪亚命中了一次中距离的跳投 这就是韦夫 刚才啊 马杉布鲁克斯呢 他能把球快速的往外给 从他在进攻端能吸引三到 两到三名球员的一个防守 韦夫又是选择自己的中距离投射 不如把球更多给崔晋明来组织一下 韦夫打一个无球 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江斯肯迪亚看在这次的进攻当中 能不能将分叉继续扩大 反倒是这边马杉布鲁克斯 漂亮的转一球 底脚 曹飞的大空位的三分球也没有 江斯肯迪亚呢 这边是把史洪飞重新给拿回来 那这样的话把曹飞给换下 同时呢 在精英队这边呢 是把兰德里给放在了替补西 还是希望能用得分能力更强的韦夫 来帮着球队度过这段时间的难关 三分零七秒的时间 现在呢精英队是落后着四分 换上了韦夫的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要加强进攻 韦夫这球异地防得不错 韦夫走底线 这边后仰跳投被异地给盖掉了 外围的三分球 史洪飞没有能够投中 但是这边篮板球马上布鲁克斯抢到2加1 关键的第四节啊 在比赛当中呢 精英队其实是在防守端 同时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处理 就是在防守篮板球 丢的太多了 刚才又是篮下 虽然说江苏列的 这个投射没能投中 但是又给布鲁克斯抢到了一个防守篮板 同时这边呢 崔静明又出现了失误 现在呢反倒是江苏肯尼亚不着急了 把节奏给稳下来 马上布鲁克斯 突破了分球 底角史洪飞外围的三分球投射命中 在第四节比赛中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这边史洪飞的三分球将分叉 拉开到了10分 那么当你的外援能在进攻当中吸引防守端的火力 当你的国内球员有更好的出手空间 而且有更好的机会的话 马上布鲁克斯他会把球分给到江苏列的国内球员 但反正今天韦福的一些进攻选择实在是让我觉得有些欠妥啊 特别是在进攻当中刚才又被毅力给盖掉 说他已经也是34岁了 但在比赛当中的对抗他还是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 开局两队打得非常的胶着 史洪飞 高世贤不能放史洪飞一步 因为他是具备不错的三分球的投射能力的 我们看高世贤他也是一直在逼防史洪飞的位置上 逼得非常的靠前 这样史洪飞在投篮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投篮空间 同时呢给他在行进间的这个运球也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上线里安的延误啊 这球延误的不错 快速的撤回到罚球线的位置 这边史洪飞 用自己的灵蛇突破上篮打进 史洪飞的身高只有一米79 但是这一球呢他就像一个小精灵一样 在吉林高大的人群当中穿梭 蓝德里也拦下了转身 2加1 今天蓝德里在比赛开场展现了不俗的进攻状态 包括像是刚才的中距离的跳投命中 同时还有刚才篮下连续的争抢进攻篮板 这是吉林队希望看到的 因为他们希望蓝德里能在进攻当中 做出更多更好的表率作用 而且作为一名球队的大外员 你一定要在保护球队篮板上 同时在当球队的这个内线需要你的时候站出来 神奖兰德里曾经作为 可以说中国火箭球迷一代青春的回忆 当年火箭22连胜当中 他也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随后职业生涯随着跟麦迪还有纽约 那比三分的交易他去到了国王 从此也是开始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 高世炎的反击 漂亮的分球 比较崔敬明的三分球 还是涮框而出 这球想打一个球领人 但是篮下李元宇 前场篮板球马上布鲁克斯 造成了蓝德里的犯规 今天呢在这个赛季他们换了韩国的主帅之后呢 他们整体的这个进攻打法更加的可以说快速 同时他们的防守反击的质量呢 应该比上个赛季相对来说好一些 这边我们看江斯肯迪亚是做出换人一个调整 这样的话我看上刘伟啊 把吴冠希给换下 如果说在第二节的后半段 能形成连续性的这个进攻优势的话 可以将分差给追平了 但是就差 给APP当中的发布评论 跟主持人进行一个互动 有机会您的留言将会被挑选上墙 这边开场呢是江苏肯迪亚率先拿到奔昌比赛的球权 这里是腾讯体育威力带来 2017-18赛季 CBA常规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奔昌比赛的结束刘震展 看这边呢还是主要把球权还是给到了布鲁克斯这边 南华是崔静明来访 布鲁克斯突进来 两个人的夹击 后仰的跳投很难啊 这球打进 开场对这边呢是 马上布鲁克斯为江苏肯迪亚拿到了奔昌比赛的第一分 那么吉林最近的气温也是不断的下降 所以我们看场上的队员开场啊 也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热身 现场的这个主持人也是在不断的提到 希望包括球员和观众都能好好的应对 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天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10月份啊 吉林又是在东北的确是会非常的冷啊 这边是吹了李恩宇的犯规 吉林东北虎呢还是需要调整一下他们在比赛中的状态 特别是啊 我们看崔静明呢 在今年开赛的状态不是说太好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有一场比赛是拿到了0分啊 13投0中 他是一名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啊 25岁 目前呢可以说是吉林中生代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球员 那么他需要赶快找到自己的状态 因为他的进攻输出呢 是给吉林本土球员这一块啊 非常有利的一个进攻点 我们看外线 马尚布鲁克斯的三分球不中 崔静明上线做组织 这边给到兰德里 守地守 再转移到右侧这边的低位兰德里 看兰德里要不要打 选择一次中距离跳投 好球啊 这是兰德里的 在比赛当中非常喜欢的进攻武器 他在当年火箭队的时候 他的中距离跳投 也是帮助火箭队 在替补齐拿到不少的分数 走篮下 李渊宇开场打的还是比较的积极啊 那么李渊宇呢 也是从广东来到了江苏 以利 挡拆之后行身换防 这边李安被点起来 篮下再给到空切 中路的抛头不中 朋友继续回来收看江苏管迪亚和京东美舞的比赛啊 在第二阶段两阶都换上了双外援 老德里查刚才在最后一攻呢 被西诺维奇给拿下 那么在第二阶段重新把他换上来 那么同时在跟他在内线的搭档依旧还是刘伟 那么在封线上的位置呢 是31的侯一番 同时后场球员是马尚布鲁克斯 同时还有长亚松 韦夫大空位的三分球机会 好球 韦夫呢在08-09赛季当时 火箭处于三巨头的时期呢 也是红空出世 得益于麦迪的一个受伤呢 韦夫也是受到了阿德尔曼的一个信任 阿尚布鲁克斯 转移到左边的位置 长亚松把球给到拉杜理查 拉杜理查面对着李安 还是利用篮下的脚步强起打进 这就是拉杜理查的特点 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拉杜理查啊 具备良好的 同时也是扎实的欧洲的内线脚步 韦伯和李安的挡拆 又是外围这种强行的三分球出手 今天韦伯的这种高难度的投射 还没有能够打进过 好球啊 拉杜理查的侧应 右侧外围 长亚松的三分球不中 布鲁克斯这边的夹击呢 还是造成了吉林的犯规 这段时间我觉得 吉林东北虎如果说想追上啊 韦伯一定要带动整个球队啊 特别是如果说当然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分手 这个我们承认 但是如果说一味的勉强的进行投篮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 那么在第二阶比赛当中呢 吉林队这边呢是用高士岩和韦伏搭档后场 内线的位置上面呢是安排了李安 同时还有卡尔兰德里 孙静明把车分给到兰德里身后 兰德里这边形成错位造成了犯规 兰德里和中国 毕竟对于中国这边土地来讲 其实他也不陌生啊 首先他也个人签约了 像是我们中国的本土的球学品牌 另外一方面呢得益于 姚明在安排掩护过程当中呢 是有犯规的动作 86比88两队这边江苏肯迪亚出现了失误 韦伏单手的上篮打进 韦伏在下半场的一个觉醒呢 也是吉林这边能将分差反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第三节他运中了三季的三分球 帮助京东北虎将比分是不断的缩近 李元宇走步啊 这球毫无疑问是一击走步 边线的裁判逮得非常的清楚 右脚这边先跨出来再运球 李元宇在脚步上的交代没有太清楚 但是转换过来又是一击三分球的命中 这样的话 京东北虎将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五分了 李元宇把球现实的位置给到拉卢理查 我们看场边江苏肯迪亚应该要做出换人的调整 应该会换上曹飞 戴博位置稍微有些小 卫幅还是造成了侯一帆的犯规 果然这边在场边的曹飞是重新回到场上 中距离的跳投好球啊 崔敬明在之前的投射当中是八投零中 但是在第三节外卫一级三分球投中之后 这边的中距离也找回了手感 但是这边拉卢理查又是在高位的侧应 给到跟进的毅力 这就是拉卢理查的作用 他能在高位啊完成这些侧应 外卫的三分球投射也没有 他们整体的这个进攻打法更加的 可以说快速 同时他们的防守反击的质量呢 应该比上个赛期相对来说好一些 这边我们看江苏肯蒂亚是做出换人 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换上刘伟啊 把吴冠希给换下啊 伍克斯的第一罚命中 那么其实江苏同样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近几年来当中 他们自身培养的球员 不是说太多 也不是说太出色 目前球队16人当中呢 自身培养的 就是说清训走上来的球员呢 只有5人 那么除了两名外员之外呢 剩下9名的球员都是通过 引进其他俱乐部的球员的 外卫的三分球 好球啊 蔡里龙 本场比赛命中的第二季的三分球 伊利 面对高诗言 好球 这球是倚着高诗言墙上啊 第一阶导现在呢 谁都没有说 取得一个绝对的领先 就是比分咬的都非常紧 高诗言 刚才这球刘伟啊 这球得夸一下刘伟的一个快速的补防 江苏肯尼亚又是有反击的机会 这边呢 伊利是用一个假动作 直接骗开了极力的防守球员上篮打进 伊利还是具备有不错的一个经验啊 同时他在这种转换进攻当中呢 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一个能力 哎呦 这球兰德里啊 横向的大方圆的转移球 有点太大了 那么吉林东北虎这边请求坏人了 换上韦福 同时也是换上了戴怀博 戴怀博同样也是在今年夏天 来到了吉林东北虎 低脚史洪飞 这边呢 李安也是上前啊 去防史洪飞 哦 进攻犯规 这球毫无疑问啊 李安宇的这个左手 一个推人的动作 太明显了 这球 李安宇其实开局的状态也不错啊 他跟吴冠西呢 连续打成这种 呃 在新的赛季呢 CBA为了 对于这些争议球的一些办法 特意成立了一个录像回放中心 从这一个回放的角度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 如果能从侧边来看的话 是不是史洪飞啊 在手腕的位置上有一个往回拨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么从底线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应该是身后的球员碰触了底线 而且从球的这一个形 主要是可以看有没有改变球的出界的一个行进路线 高士岩其实在身后呢 如果说把球往前拨的话 那这球就是高士岩出界 但是CBA还是没有解决一点 就是在看录像回放的时候 跟NBA相比不同的之处就是在于 他们的这个教练可以上前去跟 CBA的教练可以去上前跟这个主裁啊 进行商量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在以后的CBA赛场应该杜绝了 这样的话有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 对于裁判的一个判断啊 大家如果记得之前 深圳和上海的季后赛当中啊 在深圳和上海的季后赛当中 那一次的三分球 当时应该是帕哥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角度是高士岩 如果说这球要吹吉林队出界的话 那主要是高士岩往前拨的这一下 我个人认为倾向比较是高士岩碰出去的 但回放的画面上面来看 不是说太容易判断出来 但史洪飞呢 其实是往回收的 那么高士岩往外给 果然啊 这球最终呢 是把球权判给到了江苏肯迪亚 那这样的跟我的判法 还OK啊 我没判断错啊 93比90 这边呢 金东北虎是保持了三分球的领先 刚才呢 这一次争议性的判法 最终把球权给到了江苏肯迪亚 曹飞 伊丽这边也是示意 连于往下走 拉路理查 还是在观察队友 是在不断地提到 希望包括球员和观众 都能好好的应对 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天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11月份啊 吉林又是在东北 的确是会非常的冷啊 这边是吹了李渊宇的犯规 吉林东北虎呢 还是需要调整一下他们在比赛中的状态 特别是啊 我们看崔静明呢 在今年开赛的状态不是说太好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有一场比赛是拿到了0分啊 13头0中 他是一名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啊 25岁 目前呢可以说是 吉林中生代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 那么他需要赶快找到自己的状态 因为他的进攻输出呢 是给吉林温土球员这一块啊 非常有利的一个进攻点 我们看外线 马尚布鲁克斯的三分球不中 崔静明上线做组织 这边给到兰德里 手递手 再转移到 右侧这边的低位兰德里 看兰德里要不要打 选择一次中距离跳投 好球啊 这是兰德里的 在比赛当中非常喜欢的 进攻武器 他在当年火箭队的时候 他的中距离跳投 也是帮助火箭队在替补器 拿到不少的分数 走篮下 李渊宇开场打的 还是比较的积极啊 那么李渊宇呢 也是从广东来到了江苏 以利 掌拆之后行身换防 这边李安被点起来 篮下再给到空切 中路的抛头不中 这球其实战术的直径套路 非常的清晰和明确啊 但是最终终结这一下呢 稍微差了一些 在左侧呢 形成两个人的包夹 同时在中路又有一个 不错的空切的位置 但很可惜啊 这球没有能够抛中啊 刚才镜头也是给到的 石鸿飞啊 双外援 低脚石鸿飞的三分球投射 在客队这边呢 在下半场比赛 后场球员 江苏肯迪亚 是用了史鸿飞 同时还有二号的 马尚普鲁克斯 在封线上的位置是 伊利 同时在内线的位置是 16号的李元宇 同时还有13号的 拉杜迪查 那么进行东北虎这边呢 在后卫线上的选择是 继续是用这个韦夫啊 同时还蔡里龙 继续是留在场上 丝毫的李安打一个中锋的位置 卡尔兰好像是吹了李元宇的犯规 果然 这球是吹了李元宇的犯规 蔡里龙的第一发也很可惜 没有能够打进 这样的话李元宇今天 其实本来已经是受到了 犯规的困扰 在第三节拿到四次犯规之后 被这个 被新东北齐给换下 新东北虎重新换上刘天忆 今天从场上的表现来看 刘天忆的表现是一般的 但是呢 金融职呢 还是在第四节选择 把他换上场 看他在最后的四分钟 有什么样的表现 外卫马上布鲁克斯 又来一击三分吗 这球呢 李元宇险些是抢到了进攻篮板 崔敬明 面对着刘伟 这边曹飞跟得很紧 手利手交互给到了蔡宇龙 但这边是被身后的毅力给掏掉 刘天忆上线和李安的掩护 外围 刘天忆的三分球不中 李安的前场板 但这边呢 肯尼尔呢 这边是把史宏飞重新给拿回来 那这样的话把曹飞给换下 同时呢 在金融队这边呢 是把兰德里给放在了替补西 还是希望能用 得分能力更强的韦福 来帮助球队渡过这段时间的难关 3分07秒的时间 现在呢 金融队是落后着4分 换上了韦福的意图 非常明显 就是要加强进攻 韦福这球异力防得不错 韦福走底线 这边 后仰跳投 被异力给盖掉了 外围的三分球 史宏飞没有能够投中 但是这边篮板球 马上布鲁克斯抢到2加1 左侧底角 漂移的三分球 本节比赛投丢了第一次的三分 史宏飞把防守篮板球给抢下来 控制江苏队的节奏 大度厘察的中距离跳投 也没有 难得离 突破之后分球 外围 刘天逸的三分球 刘天逸这一次 这么大的一个空位机会 居然没有能够投进 可惜 感觉还是 在对于自己的投篮方面 还是欠缺点信心 这球是直接犯给了 马上布鲁克斯 这样的话 这一次的犯规 是要送对方上罚球线的 23岁的小强刘天逸呢 在今天场上的表现一般 史宏飞被换下 骑士比66 在一度将分差迫近到2分之后 江苏肯蒂亚就是把分差拉开到4分 北伏一个垫步走进来 再给到兰德里 刘伟上前的逼迫呢 是这球吹了争球 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去进行一个回放 判断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明显最后一下 应该是刘伟蹭出了底线 那么球球权的判断呢 还是给到了 进东北虎这边 低脚的外围的三分球 崔敬明 终于是在八头零中之后啊 崔敬明打破了自己的得分荒啊 好球 同时在防守端的崔敬明也是直接完成了抢断 跟马尚布鲁克斯又是撞到一起 裁判又吹了一个争球 但这边呢 我们看毅力刚才其实第一下 快速的掏球呢 让崔敬明没有打成这一次的反击 蓝德里 好球漂亮给到篮下 李安转身之后的跳投 大进 同时还造成了犯规 这就是我在提到的 当你的 就依靠外援去涨分 在第二节当中 国内球员的表现目前是一般 上线继续转移 漂亮 拉杜利查利用脚步 缓开了蓝德里 但是呢第二下 这边蔡宇龙的一个补防呢 是限制住了拉杜利查 江苏肯迪亚队请求换人 肯迪亚这边是把李元宇重 江苏肯迪亚是把李元宇重新给换上来 那这样的话是换下无关系 江苏肯迪亚队 第二节全队犯规 美极达五次 韦伏的突破 外围再来一季三分 蔡里龙本场比赛的第三季三分球 在前两次的投射没有能够命中之后呢 我们看这边马上转移过来 马上布鲁克四二加一 吉林东北虎的退防速度还是太慢了 在刚才那一次当蔡里龙命中了三分球之后呢 没有想到马上布鲁克四打了吉林东北虎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边呢防守篮板球又丢 一回合啊 可以说马上布鲁克四打了一个二加二啊 一回合连拿四分 这是比较伤的啊 刚才在防守篮板球的保护上没有做好 韦伏的三分球是双框和住 还好篮下的戴怀博啊 是拿到了一个进攻篮板球并鼓篮得手 篮子里的目光还是注视在马上布鲁克四这边 拉杜利查的三分球投射 这不是他的强项 好 两次运球啊 这边呢背心的位置也坐不住了 马上是请求了暂停 是新老交替的问题 同时胡雪峰 他终于在这个赛季可以完成退役啊 安心去做他的主教练了 漂亮韦伏 摆脱之后单手的Pico 50比45这边呢 吉林队啊非常有韧劲啊 将分差追回到了五分 篮下转得很漂亮 但是兰德里送给了这边一个大帽啊 李渊宇啊 这球其实接球的位置不错 外围的三分球也有 球队第四节的单万人的选择 好球啊 这球戴海伯篮瞎普进 我们在新赛季的CBA的外园选 外园的使用方面还是四节六人次啊 所以在第四节两队呢 还是会只用一名外园来进行比赛 拉鲁迪查的中距离再重 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拉鲁迪查的一个表现真的是可以 高诗言 看湖顶又挂着两个掩护给韦伏 进攻反规这些手锤了 在掩护过程当中呢 是有犯规的动作 86比88 两队这边江苏肯地亚出现了失误 韦伏单手的上篮打进 韦伏在下半场的一个觉醒呢 也是吉林这边能将分差反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第三节他运中了三季的三分球 帮助金东北虎将比分是不断的缩近 李元宇走步啊 这球毫无疑问是一击走步 边线的裁判逮得非常的清楚 右脚这边先跨出来再运球 李元宇在脚步上的交代没有太清楚 但是转换过来又是一击三分球的命中 这样的话 金东北虎将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五分了 李元宇把球现实的位置给到拉卢里查 我们看场边江苏肯地亚应该要做出换人的调整 应该会换上曹菲 戴博位置稍微有些小 卫幅还是造成了侯一帆的犯规 果然这边在场边的曹菲是重新回到场上 53比56又是三分的分差 布鲁克斯 李元宇 拉卢里查这边一个假动作 拦下转身大进 这一次一套动作一气呵成 把李安打了一个亮枪 韦福的突破 这边是二加一也有 下半场韦福的一个状态的复苏 给吉林东北虎带来了不错的一个竞争力 这球是吹了拉卢里查的反规 下把命中之后呢 吉林东北虎将分差追回到了只剩下两分 走篮下 伊利还是希望利用自己的突破啊 来对吉林的内线造成一些杀伤 来对吉林的内线造成一些杀传 外围的三分球投射再中 下半场我们看兰德里这边是第二季的三分球了 在本节的三分球投射呢 这边京东北虎在本节是三投三中 李元宇湖顶的三分球机会好球 进球是对对手的一个最好的回应 李元宇在拉开到上线之后呢 一次大空位的三分球机会 这球哨声响得稍微有些慢 李元宇呢 应该是本场比赛第一次的进行三分球的一个投射 但是让拉杜理查没有想到的是 兰德里居然可以把自己的投射范围拉开到这么大 湖顶又有三分球的机会 第四季 本节比赛啊 韦福是命中了两季的三分球 那这样的话 这两季三分球是直接 把启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能第一时间的沙漏篮下造成杀伤 第二把没有能够命中 44比34 比赛还有五分半的时间 韦福 上线挂一个掩护 韦福突进来 单手的上篮打进 南德里这一次的掩护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在掩护完之后呢 让韦福有一个很好的进攻空间 同时在 刚才那一次防守当中的 江苏肯尼亚三名的球员 都没有注意到韦福的一个突然的启动加速 利用节奏的变化打了对手一个 伊利 突破之后的上篮 造成了犯规 今天在右侧的底角 形成了非常多的弱侧的机会 这是金东美虎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太多的防守的重心 都在左侧的高位跟低位 反倒是在 江苏肯尼亚连续的两个回合 利用了右侧的弱侧 那么江苏肯尼亚 他今天在上半场的 目前转移球表现来看还是不错的 伊利呢在 这套阵容当中 他也可以在右侧的这个位置 发挥出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蓝德里 这球稍微有些勉强 但是打进 肯尼亚 东美虎这边呢 还是只能依靠外援去涨分 在第二节当中 国内球员的表现 目前是一般 上线继续转移 漂亮 拉杜利查利用脚步 缓开了蓝德里 但是呢第二下 这边蔡以龙的一个补防呢 是限制住了拉杜利查 江苏肯尼亚队 请求换人 江苏肯尼亚这边是把李渊宇重 江苏肯尼亚是把李渊宇重新给换上来 那这样的话是换下无惯息 江苏肯尼亚队第二节全队断推 每季达罗斯 韦夫的突破 外围再来一季三分 蔡里龙本场比赛的第三季三分球 在前两次的投射没有能够命中之后呢 我们看这边马上转移过来 马上布鲁克斯2加1 吉林东北虎的退防速度还是太慢了 在刚才那一次 当蔡里龙命中了三分球之后呢 没有想到 马上布鲁克斯打了吉林东北虎一个措手不及 江苏队的小外援呢 马上布鲁克斯他在攻防两端呢 都显得比较的积极 刚才呢又是很果断啊 把球这球碰出了底线 韦夫 左侧底角 漂移的三分球 本阶比赛投丢了第一次的三分 石鸿飞把防守篮板球给抢下来 控制江苏队的节奏 大度厘察的中距离跳投也没有 难得里 突破之后分球 外围刘天逸的三分球 刘天逸这一次这么大的一个空位机会啊 居然没有能够投进啊 可惜啊 感觉还是在对于自己的投篮方面 还是欠缺点信心 这球是直接犯给了马上布鲁克斯 这样的话 这一次的犯规是要送对方上罚球线的 23岁的小江刘天逸呢 在今天场上的表现一般 史鸿飞被换下 骑士比66 在一度将分差迫近到两分之后呢 江苏肯蒂亚就是把分差拉开到四分 伟伏一个垫步走进来 再给到兰德里 刘伟上前的逼迫呢 是这球吹了争球 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去进行一个回放 判断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明显最后一下 应该是刘伟蹭出了底线 那么球球权的判断呢 还是给到了进东北虎这边 低脚的外围的三分球 崔敬明 终于是在八头零中之后啊 崔敬明打破了自己的得分荒啊 好球 同时在防守端的崔敬明也是直接完成了抢断 跟马尚布鲁克斯又是撞到一起 裁判又吹了一个争球 但这边呢 我们看毅力刚才其实第一下 快速的掏球呢 让崔敬明没有打成这一次 手递手 再转移到 右侧这边的低位蓝德里 看蓝德里要不要打 选择一次中距离跳投 好球啊 这是蓝德里的在比赛当中非常喜欢的进攻武器 他在当年火箭队的时候 他的中距离跳投啊 也是帮助火箭队在替补器拿到不少的分数 走篮下 联宇开场打得还是比较的积极啊 那么李渊宇呢 也是从广东来到了江苏 以利 挡拆之后行身换防 这边李安被点起来 篮下再给到空切 中路的抛头不中 这球其实战术的直径套路 非常的清晰和明确啊 但是最终终结这一下呢 稍微差了一些 在左侧呢 形成两个人的包夹 同时在中路又有一个不错的空切的位置 但很可惜啊 这球没有能够抛中啊 刚才镜头也是给到的石洪飞啊 双外援 低脚石洪飞的三分球投射 在客队这边呢 在下半场比赛 后场球员江苏肯迪亚 是用了石洪飞 同时还有二号的马上普鲁克斯 在风线上的位置是伊利 同时在内线的位置是16号的李元宇 同时还有13号的拉杜迪查 那么进行东北虎这边呢 在后卫线上的选择是 继续适用这个韦夫啊 同时还 蔡里龙继续是留在场上 4号的李安打一个中锋的位置 卡尔兰德里打前锋 球景明呢 今天手感不是太好 好球啊 韦夫呢 在上半场的手感一般 但在下半场比赛呢 开场这边呢 外围的一击三分球投中 帮助京东北虎将分差来到了6分 江苏肯迪亚在下半场两次的进攻呢 都是采取外围的三分球投射 但没有能够投进 韦夫 把球给到兰德里 兰德里是可以进行三分球投射 再中兰德里 兰德里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只命中了一次的中距离的跳投 更多都是在篮下打 拉杜理查或者是打对方的李远宇 但是刚才的外围的三分球投中啊 但这边转移过来 李远宇啊 很积极把进攻篮板球给抢下来 看很多的球迷在看到了 中场的MV之后呢 也是不断的在 服身上应该拿到了有10分啊 经营队只能请求在四次的助攻 108比96 第四截是剩下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 这样的话基本上是大势已去啊 在一分钟当中追12分 其实纵观整场比赛当中呢 可以说金东北虎也打出过不错的进攻 特别是在第三节的后半转 整体的运转球变得更加流畅 同时在 金东端的选择会更多 但是第四节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于防守 防守端的积极性和篮板球的拼抢啊 给 江苏肯迪亚太多太多的机会了 同时在今天 国内球员的表现上面来看呢 的确江苏队的国内球员的表现会更好 从今天老江伊利亚 应该是拿到国内球员当中 江苏队应该是最高的国内球员得分 的确江苏队应该是最高的国内球员的 人费公司的确江苏队应该是最高的 人费公司的确江苏队应该是最高的 他们在确江苏队应该是在高的 108比96 30.9秒的时间 这边姜苏肯蒂亚是领先着12分 韦福 这时候把球分给到了外围的刘天逸 今天刘天逸的外围手感也不好 这样的话也是不打的 恭喜姜苏肯蒂亚在今年17-18 CBA常规赛的开赛取得到了4连胜 这样的话最终姜苏肯蒂亚是以108比96 在客场战胜了锦领东北虎 非常感谢各位球迷的在今晚直播间的一个陪伴 我是温昌比赛的解说留言展 新的一周马上就要开始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急于越来越愉快 好了我们直播再见 明镜 ال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